1月25日,黄子涛突然发表长微博,对自己近段时间的状况吐槽,很烦很累,喘不动气,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,没回过家,没过过节日,甚至每天是几号也都不知道,并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想干了,想停工,想消失,还称这16年来第一次说这样的话,承受了太多,什么都不想干了, 称自己这段时间的人生真的跟在地狱里生活没什么良样,更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很幸福很开心,微博最后恳请大家不要说他矫情,从微博曝光后,黄子涛爸爸对儿子说,辛苦了儿子,网友也纷纷表示非常的心疼,留言安慰道,心疼你,没关系,我们一直都在啊,累了些会儿,当晚黄晓明转发并鼓励道,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,但是这也是从男孩走向男人虚经过的一条道路,没有接近可以走, 当你经过这段时间,你会发现这点苦算什么,更苦的还在后面的,小格儿你拜闹了,运气好好搭伴活着,你会变得更成熟更坚强